怎么到现在还有这么多人在问我 沙特阿拉伯有没有穷人 其实我在之前的作品里面 有很多次我都在疯狂的暗示 沙特阿拉伯其实是有很多穷人的 而且都是我亲身经历亲眼所见 这几个袋子里面有很多是肉肉的衣服 大部分都是小的 还有很多是新的 还有一些就是我跟大龙不怎么穿的衣服 这也是我的鞋子 肉肉的鞋子相对比较旧一点 因为穿的比较多 我跟大龙的鞋子都基本上是新的 我们准备把这些东西整理出来 就是送给那些有需要的人 我们现在要去的这个地方 是我们婆婆告诉我们的 她上个礼拜刚去过 她说你拿什么东西过去 那边的人都会需要 我们出门的时候才想起来 忘记带一点吃的 因为我婆婆说那边小孩子也挺多的 但是我婆婆她叮嘱了 就是最好是我和肉肉不要下车 到了那里以后我才知道原因 我记得半年前 我们拿肉肉的衣服去送给别人 我们其实是提前两三个礼拜 就跟他说好了 只不过是说后来送的时候呢 忘记再提醒他一次 结果他以为我们是没有经过他同意 把他东西给了别人 就很生气 这一次我们就当天跟他说 他同意了 所以就没闹什么 那个地方离家里也不远 但是要开车去找 因为毕竟不像是找一个商铺 找一个餐厅 你可以GPS一下 那些人他是在户外的 我们就要开车一直去找他们在哪个地方 但是他们每天活动的区域就在那里 差不多到了 然后沿路上看到很多人就会坐在街边上 我就没有拍他们 然后呢 这些人知道我们停下来有东西要送给他们 就一窝风的全部跑过来抢 就是车子的后盖一打开 就是大陆没有办法去插手 就是他们自己一窝风的全抢走了 这是我婆婆提醒我不要下车的原因 这些人他们是叙利亚的 就是想着其实也挺可怜的 还有那么多小孩子 连自己的家都没有了 他们是国家与国家之间争斗的牺牲品 这个事情搞完了以后呢 我们就去跟婆婆还有五姐 还有他们的孩子去公园里面会合 因为每天都是去亲戚家里大吃大喝的 所以今天想换一下 我们顺路在餐厅买了一些吃的 婆婆他们那边 他们会带一些咖啡啊 红茶啊 还有其他的一些小点心什么的 我还以为就我们会这样子 结果到那个地方发现 车都没地方停 出来的人太多了 再加上天气特别好又不热 我们坐了一会儿 甚至还觉得很冷 这种对于他们来说不属于正餐 他们把这一顿吃完了以后 可能到了十一二点钟的时候 还会再吃一顿 我老公在风灾的时候 他每天晚上差不多快睡觉之前 两三点钟 他会再吃一顿酸奶和一个香蕉 他说这样子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就不会觉得很渴 但是我不行 我每天到了差不多十二点一点钟的时候 眼睛实在是真的直不开了 虽然我特别不想去睡 我们正在喝咖啡的时候 有一个人背了一大包过来 是买那个香木的成香 本来是想看一下好不好 可以买一点 结果大龙试了一下 他觉得都不太好 就是很假 这种成香 他们只能卖给那种不太懂的人 品质和价格参差不起 市面上的假成香实在是太多了 很多人对成香这个东西有点陌生 也许你听过 但是你并不知道成香这个东西点了以后 除了味道以外 还有什么其他的用处 其实用处非常多 它可以在你的头发和皮肤 还有那个衣服上停留的时间非常久 甚至可以帮助你的香水一起停留的时间更久一点 成香它还具备那个消炎杀菌 包括就是睡眠不太好的人 他可以按睡 但是他只有辅助的功能 并不具备治疗功能 成香的说法太多太多了 还有什么辟邪的呀 还有什么的 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下 都有的 还有好多人分头找我和大龙去代购成香的 他们应该是比较懂的 还有人甚至私信让我去帮他们找那种水里的老成香 我们暂时还没有考虑这一块 因为你这个东西如果你做代购也好 还是卖给别人也好 你是要对产品质量 还有它的这个运输 包括就是发建售后都要负责任的 所以如果在本地没有一个契机 或者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供应商 给我们稳定供货 我们不考虑这一块 特别是成香这个东西坑真的很多 好吧 大家别催了啊 散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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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